行 那我们接着再来讲 把这个代码进行一个优化 来 这个叫第十个 这个叫httb这个服务器优化 服务器 好 有同学说这个demo app 它这个里面做的具体的工作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 觉得这个细法有点厉害是不是 那必须厉害啊 你还没体会到这个多厉害没有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 我自己快写了一个框架了没有 你们是对这个力量一无所知没有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难度 等到你讲完 等到你用到这个flask将狗之后 你就知道这玩意到底是找个事了 它还是很强大的 我们现在大概写了一个 这个写了一个flask将狗这个 大概的一个结构啊 大概的一个结构 来 你看看啊 有同学说这个demo app怎么做的啊 首先它是一个函数 它需要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呢 是接收这个用户输入过来的所有的内容 没见不 就是输输过来的所有的参数 比方说这个什么请求路径呢 等等等等啊 还有一个叫start response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函数 那我们在这个里边呢 最终啊我们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要先来start response 写一个这个响应头 最终你返回的内容啊 就是浏览器看到的内容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结构啊 其实它很简单 其实真的很简单啊 你看pass 里边拿到这个响应的路径 然后根据不同的路径 返回不同的内容 是不是 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这个start response 这个地方呢需要一个响应头 完了之后呢响应响应体里边内容 看到没有响应内容吧 就这个直接往进往里边拼就行了啊 好这是一个啊 那这个代码呢其实不够好是不是 我把它们进一个封装啊 怎么封装呢 来这样写啊 def我写个什么呢 来个这个叫read啊 read什么呀 read这个fire read这个这么说吧 就叫load吧 load这个html啊 我干啥事呢 我现在告诉你 我要加载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什么呢 首先要有一个fail name啊 fail这个name 那我们这里边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这一段啊 大家看这个代码的话 写的量还是 重复的还是挺多的 是不是 重复的还是挺多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干件什么事呢 来个try啊 这个read这个open谁呢 open这个啊 叫什么呢 叫这个pages里边的什么呢 然后加加什么呢 加这个fail name啊 fail name 干好 然后as一个fail 然后呢 这个fail点这个read啊 read什么呢 read这个内容啊 然后content 我们把它反过回去啊 等于它 然后来retain一个这个叫content的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来一个accept的啊 来个什么呢 这个叫fail not found arrow 好 来个print什么呢 我们这里边啊 来一个这个文件怎么样的 文件被找到啊 文件 大家看啊 现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不需要再写一大堆了 是不是 你要来读这个文件的话 直接怎么写呢 来个什么呀 fail 来个什么呢 这个叫 我们叫read什么 lo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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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hmail不太好 loadload这个文件吧 loadloadfail好吧 loadloadfail 加载这个文件啊 哪个文件呢 我们把这个谁放过去啊 把这个叫xxx 点 xxxx.tst 应该是这个四个x 是不是 是应该是四个x点tst 把它给它 好 那下面的话呢 你要加载这个html 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就不再怎么写了呢 不再写这些东西了啊 load什么呀 load这个fail 然后把这个给过去 看到没有 那它这个里边呢 我们看 它少一些增加 这个来个一个只读的形式 incalling等于这个utf8 好 它这个结果啊 是返回回来的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拿到这个结果啊 然后并且给它复制给response 大家能看到明白吧 这个代码啊 跟刚才写的代码呢 是一样的 这个代码跟刚才代码是一样的 刚才呢 只是这一段啊 写到这来 我现在呢 把它封章成了一个函数 然后你想要拿这个文件的话 直接漏到它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好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啊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test的跟这个啊 看看这个demo和这个hello啊 demo来看看啊 demo来了吧 是不是 然后再找这个hello啊 大家看hello是不是也来了呀 它都能够加载啊 好 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种啊 这个呢 跟别的不一样的 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要传多个参数的呀 传多个参数的啊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怎么写呢 这个地方要写的话呢 它就有一点点的小腐 有一点点小复杂了啊 这个呢 你不能够直接再漏的这个东西了 应该叫什么呢 我们再写一个吧 其实也还可以啊 这个地方我们这么写吧 来一个这个 也叫load file 然后来个新兴kwx 就是可变参数 看到没有 那这个地方呢 如果怎么样呢 如果这个什么呀 如果有这个kwx传了之后呢 content怎么样呢 co1这个tnt content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content点这个什么呢 format 然后把这个kwx给它拆包 这是啥意思呢 大家看看啊 我们这一块啊 这不有name age吗 是不是 这一大东西 它里边有些要填的 是不是 我们也不写这个代码了 我直接干啥事呢 我直接也来load谁啊 load这个fire 这个fire叫什么 info.html 是不是这个文件呢 我来加载它 来一个co 这个来个racebounce 给它 你看这个响应的结果呢 如果你找的是info 那我把这个info呢 给你加载一下 看到没有 把这个info给你加载一下 然后呢 加载 但是加载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时候再来看看这个结果啊 我们有几个加载文件的呀 demo加载的是XXX这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有点太长了 来个什么呀 来个我是demo 然后的内容啊 的内容是读取什么呀 是读取这个 读取这个XXXX.t这个文件啊 这个出来的啊 好 把这个给它改一下 来重启一下啊 那你看看啊 这个demo啊 多来几回啊 来 大家看demo是不是来了呀 那你看这个 hello是不是也来了呀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能写什么呢 还有这个叫info 好 大家看info是不是也来了呀 但只不过info里边没有填坑 为什么没有填坑呢 因为你没有传参数啊 如果你传参数了的话 这个地方就能够填坑了 你比方说这个load这个load file是不是 load这个里边有个info一起填坑 你这里边可以传什么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info里边是不是有一个name user name age和gindle是不是 那我们直接直接传啊 来个什么呢 来个这个叫user name啊 这个叫张三 然后呢 这个age等于18 19也行啊 gindle gindle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ml email 大家看 我直接往上传 你看到没有 加载文件啊 它要的是一个可变参数 如果你给可变参数了 大家注意啊 这个时候啊 如果我这么传了 这个是哪到的是啥呀 这个里边就有一个字典了 是不是 叫user name 叫什么呢 user name啊 是张三 然后这个多少呢 age是多少啊 age是19 gindle等于什么呀 来个这个 gindle是啥 叫的是mail是不是啊 m-a-l-e mail 它是一个字典啊 这个kwax就是一个字典 就是一个字典 没有问题吧 好 是一个字典之后呢 这个内容是啥呢 待会我们拿到的内容 是这个东西啊 拿到的内容呢 是它 哎 这是我们的内容 那你现在想要把它给解出来 怎么办呢 我们一个format f1mat啊 你可以这样写 来个什么呀 user name 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kwax kwargs args 里边的什么呀 user name 是不是可以这样写啊 还能怎么样 一个个拿出来 是不是可以拿呀 但是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怎么做 直接星星kwax 把它进一个拆包 还记得我们这个format 语句的使用吗 来 这个我们每一次讲的话 都要回顾一下啊 大家你现在就知道 我们学这些东西 到底有啥用了吧 以前老有同学说 老师我学的东西有啥用啊 现在知道了吧 我们之前讲那个format方法的使用 还记得不 如果呢 这是一个字典 看到没有 这是个字典 最简单的方式啊 就是写一个星星 把这个字典进行一个拆包 拆完之后呢 它一一堆印 看到没有 还记得这个玩意儿吧 各位同学 评论区 怎么没人搭理我了呢 可能在等是不是 可能没听到啊 现在这个时候网络有延迟 我等你们会儿啊 大家看 就这么一个情况 看到没有 所以呢 我们这儿呢 拿到的是一个什么呢 拿到的啊 我们要 我们拿到的是一个字典 就你如果传给我啊 多余的数据啊 这个kwx 你传多了啊 我会变成一个字典 然后我现在做的工作呢 就是把这个字典给它拆开 拆包 拆包了之后 一个一个往里塞好 这里边不有空吗 一个一个往里边塞 诶 怎么着又卡掉了刚才 我操 我这个老口读分方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有些时候 这个 诶 回来了吗 各位同学 诶 我卡掉了啊 天将正义啊 好 我又回来了啊 回来了吧 现在 晚安啥呀 晚安 都回来了啊 回来了啊 大家都没问题吧 好 那现在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写法啊 大概的一个情况 大家都还记得这个写法 是不是 好 OK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把这个服务器呢 重新给它运行一遍啊 来 再走起来 来 大家看 张三 今年 张三 欢迎回来 你今年19岁了 你的性别是 没有 是一个男的 看到没有 好 这个就可以了啊 好 我的云服务器啊 我看我云服务器起来了没有啊 终于起来了 是不是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代码怎么样了呢 有的同学一直等着我是不是 想来在我这个云服务器上面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 上一下网是吧 你们是没有上过网是不是 没有上过别 没有 没有上过自己写的网 但是这个网也不是你们自己写的呀 这个网站是我写的呀 是不是 你们没有上过我写的网是不是 好 我把这个代码呢 上传上来啊 上传到服务器 好 上来了 很快的啊 好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服务器给它运行起来啊 你们也参与了 对啊 对 你这么说 我倒不反对啊 刚才那个空格的事 你是你们参与的啊 感谢各位老体啊 参与了这个代码的出血 是不是 哎 完了啊 这个这个这个现在又卡住了啊 动不了了 给命令给不了了 好的 重新重新联想 哎呀 这个网了 这个网是经常受限啊 因为本来这个直播就要花了很多的这个 来 Python啊 小兄弟 很慢啊 第二座子 你算哪个 你算哪门子第二座子啊 你算第100个还差不多 好 这个有一点慢啊 有一点慢 这个现在给它发指定 发不过去啊 嗯 我用这个需要连接 我看我不用它了 我换一个吧 我换 不用这个东西了 我用这个啊 来一个这个SSH 然后这个UBUNT Ubuntu 爱的这个地址是多少呢 我用这个也可以啊 106.54.81.174啊 我来连一下它啊 密码 我看对不对啊 试一下 呦 对了啊 对了啊 那我先连上了 这个是不是都很慢 看到没有 我也不知道是 我也不知道是哪慢啊 也不知道是我的网慢 还是这个腾讯云慢啊 这俩这么慢的 都不太动的啊 看到没有 卡在这了都 这咋回事啊 不正常啊 不正常 我们我们这个啊 这个以前上课的时候 都都没有问题啊 直接就可以点开了啊 点开就能发明了 很流畅的 但是现在这个这么卡的 我不知道是腾讯云的问题 它的服务器的问题 还是我的网络的问题 还是这个 还是什么问题啊 这叫谁都没有用 没有吧 啊 来了啊 来一个Python啊 server.pv 也可以运行 好 大家现在可以上网了啊 这个地址是106.54.81.174 然后端口号是多少呢 有人来了 都这么快啊 端口号是这个8080啊 端口号是8080 可以上上网了啊 这个有同学这个访问了一个文件未找到的啊 你不要找那些 对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个地方的有个问题啊 我刚观察这个还不行啊 对对对 会崩啊 有个问题 我观察这一个还不行啊 我还得把什么样啊 这几个东西的存上去啊 我不把这个文件存上去 你们访问不到的 对 我忘了啊 忘了这回事了 忘了这个茬了啊 这个也得给大家 不给这个不给大家的话 你们访问这个文件都是访问不到的啊 这又得加载中 又要加载半天啊 好 这个大家现在看不到啊 因为我没有把这个文件夹 这个里边的代码没给大家 没给的话 大家可能就看不到了啊 这个就看不到了 没办法啊 好 那就没有 我我到时候这个 把这个整个都给大家 都给大家啊 这个代码都给大家 大家自己试好吧 好 这个地方没能上去啊 我没有把这个page字啊 没有把这个文件夹放上去 所以大家现在访问的这个情况呢 比较尴尬啊 都是文件未找到 看到没有 各种各样的文件未找到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什么 文件未找到 然后直接服务器就崩了啊 好 行 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我们把这个给他弄一下啊 好 没问题了啊 这个没法跟他演示 因为我这个现在这个网络连接 太慢了啊 连不上了啊 我东西也上升不上去 好 大家自己可以下去玩玩试试啊 好 我把这个停一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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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